对于小孩来说,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根烤肠解决不了的,如果有那就吃两根 洗干净的猪后腿肉用厨房纸擦干,将肥肉瘦肉分开,肥肉打得越稀越好,瘦肉稍微打烂就行了,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 打好的瘦肉加盐和碱水,没有碱水用小苏打,然后用手抓匀并摔打上劲,摔成这种稀巴烂 一碗灵魂酱汁加入其中,配笔都打在屏幕上呢,记得抄下来哦 继续抓匀并摔打,大概九九八十一下也差不多了 再加入肥肉,洋葱,蒜末,红薯淀粉,搓匀腌制两小时 期限半小时清洗肠衣,灌水洗两遍,有漏漏的挑出来不用 准备灌肠器,塞满腌好的肉,一段套上肠衣并打结 肉不要灌太紧了,五分满就够了,不然蒸起来的时候要爆肠 分成小段,每段都要扎孔,挂通风处,晾干表皮,这样吃起来表皮才会脆 上蒸锅水开后,转小火蒸一个小时,出锅了,不着急吃的可以封起来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再解冻,用不粘锅小火慢煎四五分钟,或者空气炸锅160度烤20分钟 中途放一次面就可以吃了 一口包子脆皮又弹牙,我儿子一口气吃了三根 如果你也喜欢,赶紧收藏做起来吧